记者陈奕云新北报道,路边捡道枪,新北宝大第一中队二日凌晨于新庄区中原路与昌平街口发现一辆汽车路口红线围停,心机可疑,区前盘查之际,该车立即急速驶离,并在路途中丢枪,路过的新庄分局远景发现,几乎怎么有人丢枪,宝大警方则切而不舍追捕,最后于国道上逮捕40岁许幸, 男子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最嫌宋办,警方调查,黄南有毒品侵占防害自由等千颗,当时与同车39岁黄信有人临听在中原路与昌平路口买饮料,准备要前往淘寨,建警车开过来相当紧张,就开车加速逃逸,并在路途中丢弃一把改造手枪,内含有一个弹夹机四发子弹, 当时新庄头前派出所的远景恰巧巡逻经过,发现嫌犯丢枪,几乎怎么有人丢枪啊,立即通报情务中心,一同加入微捕,警方持续追8公里追捕,最后在国道1号本向28,7公里处 蓝亭犯行车辆,逮捕许姓驾驶,以及副驾驶座黄南,许南坦承枪之为他所有,是一名叫小胖的男子给的,用来防身,警方训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罪,先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查署侦办。